秀湖的真相已经越来越清晰 但是这个系列的游戏也是我玩过的最诡异的游戏 优秀的解谜和别具一个的脑洞 让我对这个游戏非常感兴趣 游戏的世界观实际上是非常宏大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游戏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是 方块逃离洞穴 是豌豆棒家族的后续故事 本作的主角是乌鸦先生 他一个人划船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也就是在秀湖边上的一个山洞旁边 时间是1972年的冬天 我们顺着这个洞穴往里走 出几霞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这不是那个获得了长生不老的狗子吗 狗子坐在他的盆前等着我们给他喂吃的 山洞里还有一个穿着潜水服的人 看样子他已经快不行了 他在向乌鸦先生求救 估计他获救的办法应该是从旁边这个氧气罐里面吸点氧 上面的这个洞洞里面还可以做冰淇淋 冰淇淋越堆越高堆成了一个乌鸦先生的形状 山洞内部有一扇大缸门 旁边连接了四个照明灯 我们需要通过花线来激活这些灯光 那么这些线条的提示在一本相册里面 这本相册需要通过解救虫子的谜题来获得 相册里面所画的就是豌豆棒家族的故事 由于在秀呼根源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家族的成长术 可以看得出来劳拉就是家族的最后一代传人 也就是豌豆棒家族复活的最后一个女婴 家族树摆好之后 我们翻开劳拉的照片 里面装的就是威廉豌豆棒 这很明显地暗示了劳拉就是威廉的转世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获得第一个图形 是一个秃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后面的章节 这本书就很好地概括了秀呼系列的故事 当劳拉出世以后 这个侦探也来到了秀呼 威廉转世成了劳拉 劳拉变成了黑白两种方块 到了第三章角色就变成了乌鸦先生 并且解释了每个方块的含义 当然大家现在对这些文字稍微看一下就好 书的第四章是关于劳拉的 并且对于劳拉的介绍就是重生的灵魂 可以看到秀呼的产业是精神疗养与钓鱼休闲中心 而且制造出长生不老药是秀呼的核心业务 当我们把这本书翻完之后 一张纸条上告诉你 需要这头狗拉的大便来制造长生不老药 好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用之前得到的信息来打开这个聚光灯了 画好一个秃子 门右下角的聚光灯亮了起来 另一边的墙壁上谜题被照亮了 这个谜题上画的就是威廉和他的弟弟乌鸦先生的故事 也就是上期视频中秀呼根源的隐藏关卡 兄弟两个人造出了长生不老药 然后哥哥首先品尝了一下 这个味道难道是狗屎糖 就这样威廉挂掉了 但是他化身成了小黑 然后在加速术的帮助下变成了劳拉 最后劳拉也死了 又变成了小黑 再给乌鸦先生喝一口 他的灵魂得到了生化 从此爱上了这种饮料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获得一只铺楞蛾子 这只飞蛾是交给山洞里的小蝙蝠吃的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秀呼旅馆中的门童就是这只蝙蝠 接着我们获得了侦探的照片 把这张照片放到书里面 我们就可以获得第二条开灯提示了 同样的我们来到门上画好线 就可以打开左上角的第二盏灯 第二盏灯也照亮了一个新的谜题 谜题上我们所要控制的这个人 他就戴着一个潜水员的头盔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见过 在洞穴里面求救的人呢 下面的这一排黑影 都是我们在秀呼旅馆中见过的动物 他们会阻挠侦探的前进 但是这位潜水员却帮助侦探解决了困难 谜题解开之后 从墙壁上伸出了一只手臂 它伸出来的意义就是把自己给割下来 然后我们就获得了一只手 这只手的作用很难想象到 它是来给狗子做狗粮的 用绞肉机把这只手给绞碎 然后就可以拿给狗子吃掉了 吃掉之后 狗子欢快的拉出了一坨Shit 根据之前我们获得的信息 那么这头狗屎就是用来制作长生不老药的了 可以看得出来 这头狗屎上面的细菌还是挺多的 毕竟是可以永生的狗子 拉得屎的这么屌 终于我们做好了长生不老药 这个药当然是要主角自己享用 乌鸦先生喝下药之后 感觉身体的力量不断涌出 然后就可以变身成为玉之波幽了 在镜子里面 我们可以获得乌鸦先生的卡片 同样的把卡片放进书里面 我们就可以获得第三盏灯的提示 接着第三盏灯也被打开了 左上角的谜题已经被照亮 那么这个谜题是对这个游戏后半部分的一个提示 里面的主角似乎是坐在一个潜艇里面 然后依次获得了水底的一些方块 并且在海底捕捞了很多鱼 当我们把这些方块都涉及到之后 墙壁裂开了 在墙壁里藏着一块铁矿石 铁矿石可以溶解 然后变成铁水 用铁水放进钥匙的模具里面 可以制造出一把钥匙 用这把钥匙打开柜子 可以获得一卷胶带 所以费尽心机 我们就是为了得到一卷胶带而已 用这卷胶带 我们终于救下了穿潜水服的人 话说憋了这么久 这家伙还没死吗 给他也来一点狗子密制的长盛布老药 喝下去之后 他感觉非常兴奋 然后把脑壳了进去 变成了猫头鹰先生 我去 原来这个穿潜水服的人 就是猫头鹰先生啊 也就是他干掉了绣湖旅馆的所有动物 猫头鹰先生告诉我们要去收集所有的记忆 下降到很深的湖底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坐潜水艇 去收集方块 最后猫头鹰先生给了我们劳拉的照片 把劳拉的照片放进书里面 我们就可以获得最后一个灯光提示了 就这样我们打开了最后一盏灯 但是墙壁上的最后一个谜题 却不需要我们解开 只是给大家粗略的看一下就可以 四个灯都被破解之后 这扇大钢门也可以打开了 进门之后就可以看到这里藏着的正方形潜水艇 接下来进入潜艇之中 我们将遇到绣湖系列里几乎是最复杂的一个关卡 因为一上来首先要熟悉潜水艇各个部位的操作 首先就要给潜水艇定好目标位置 包括X坐标轴 Y坐标轴 还有潜水的深度 目标地点的位置在这张地图上可以看到 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位于绣湖旅馆的西方三格 南方两格位置 深度是40 在地图上确定好坐标是X3 Y5 深度40 把潜艇的深度下降至40 然后根据目前潜艇的位置 我们还需要向南走五格 然后再向西走四格 这样就到达了我们需要找方块的位置 如果位置正确的话 那么整个潜艇里面就会变成远亮色 通过潜艇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方块就在外面 然后就像抓娃娃技一样 把方块抓起来 然后通过管道我们就可以收回方块了 通过方块我们可以看到劳拉的技艺 因为之前在洞穴里面已经提示了 这些方块是由劳拉产生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收集到了第一个白色的方块 接下来所需要寻找的第二个地点比较复杂 需要用三角尺把秀湖旅馆和湖边小屋连接起来 然后所找到的一个坐标 目标点的坐标和深度确定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屏幕来观测应该怎么走 那么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我们又来到了第二个地点 在这个地点可以找到黑色的方块 我们还是利用夹娃娃技的方法把黑色的方块夹进潜水艇里面 和刚才白色的方块技艺形成对比 这个黑色方块所代表的就是劳拉黑暗的技艺 甚至还出现了毛茸茸的小黑 现在的我认为这个小黑实际上就是威廉的灵魂 第三个坐标比较好找 我们只需要把墨水瓶破到地图上面 X4 Y6深度为0 来到第三个地点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蓝色方块 同样的我们把第三个方块也收了回来 根据之前家族相册的提示 蓝色方块是可以改变时间的 所以连这个解谜都变成了时钟 当我们获得了蓝色的方块之后 可以通过前望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兽库上面钓鱼 但是他明明都已经睡着了 所以我们要帮他钓 就是改变这些鱼的方向让他们自动上钩 男人钓到了三条鱼之后开始给我们摆造型 当然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我们密码 有了三个方块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最后一个地点了 到达了最后一个地点之后 潜水艇没有变成原亮色 而是似乎被冰冻了 潜水艇的操控台也不堪重负 爆炸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到了哪里 但是很显然这个地方是不能继续待着 作为主角的乌鸦先生 直接砸破了潜水艇的玻璃 逃到了这个室外桃源 话说这个地方一片枯萎的样子 而且我们之前在绣湖旅馆见过的动物 似乎也在这里 按照地理位置说 这里应该是绣湖的最底部 而且之前在洞穴墙壁上的谜体里 我们也见过这一幕 果然在湖底有一个巨大的白色方块 这个白色方块不是我们所要收集的 而是可以进入其内部 根据洞穴墙壁上的谜体 侦探实际上是被猫腾鹰先生引导到了这里 他的头上有一个机器 似乎可以抽取他身体里的记忆和能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也是可以把它变成方块的 但是侦探在这里并没有被变成方块 而在机器的另一边有一个小黑人 我猜测应该是劳拉的灵魂 但是直接使用机器的话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我们把收集到的三个方块都放在这个机器上 三个方块通过机器的提炼合成 可以变成一个金色方块 回头一看 侦探已经走到了电梯旁边 乌鸦先生把金色的方块交给了他 然后侦探先生就带着金色方块 离开了绣湖的湖底 那么根据游戏设定 金色方块是去往过去的钥匙 也是通往未来的钥匙 侦探拿着金色方块去干什么了呢 方块逃脱 洞穴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游戏的剧情还没有结束 希望大家能帮我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让这个男人加速更新 拜拜